我小小姐 我可以跟爸爸忙 爸爸 视频中女孩抱着民警不停抽气 还直言要认民警为干爹 相信有的人会问 这名民警究竟做了什么 定会让女孩如此感激落泪呢 事情还要从眼前的冯大妈说起 她表示自己和第一任丈夫结婚后 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 可随着时间推移 夫妻俩的感情逐渐破裂 直到以离婚而告终 随后冯大妈就带着两个女儿回了娘家 在同孙人的介绍下 嫁给了现任丈夫 并且为其再次生下了四个孩子 又在这时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因为家里足足有六个孩子 直接导致生活变得穷苦起来 再加上当时孩子都是在家里接生的 并没有经过医院 所以没有出生证明 六个孩子均无法登记户口 当时冯大妈并未意识到户口的重要性 只想着如何把孩子抚养长 结果最后她才发现 自己酿下了大作 孩子因为没有户口 无法顺利入学 村子里的风言风语也接踵而至 表示冯大妈一家人不知造了什么孽 竟然全部都是黑虎 冯大妈的老伴光明磊落了一生 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被人诬陷 一时间路火上头突发脑梗 瘫倒在了床上不能自理 家里的大女儿 急迫地想外出大公为父亲治病 可爱于没有户口 想要外出 贪比登天还难 坐在一家人抱头痛哭绝望之际 一名民警的出现 让他们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女子家中六个孩子均无户口 导致孩子无法办理入学 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 一家人备受同孙人的冷眼相待 直到家里的顶梁柱突发脑梗 更是让原本悲惨的家庭血上加霜 冯大妈绝望之际 便只好走进村委会寻求帮助 出于同情村委会联系上了当地派出所 赵所长对此也十分重视 决定亲自下乡走访 登进冯大妈家门进一步调查 据赵所长所述 冯大妈家里的这种情况 李所应当得到政府的补助 但唯独缺少户口 让补助无法成功落实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郑大妈和六个孩子做亲子鉴定 其次核实 这六个孩子以前有没有在别的地方上户口 最后还要再打拐库比对 排除孩子是不是被拐卖来的 这些工作虽然繁琐 但不得不做 谈到这里 郑大妈却显得有些慌乱 因为她家里的条件穷苦 估计连亲子鉴定费都拿不出来 对此赵所长也承诺 会为郑大妈申请免费鉴定 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六个孩子的户口问题 又能否被解决呢 只因大妈年轻怀孕时 在家中临盆 导致六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 无法登记户口 不仅无法办理入学 就连想外出打工也难如登天 在这种情况下 大妈的老伴却还不幸突发脑梗 唯一的顶梁住也塌了 一家人彻底陷入绝望 好在当地派出所赵所长得知死事后 决定亲自上门为一家人排忧简单 目前只要确定孩子和父母是亲子关系 就可以有办法登记户口 考虑一家人条件困苦 赵所长还特意申请了免费鉴定 苦苦等待了三个月之久 鉴定终于有了结果 在拿到孩子户口本的那一刻 冯大妈笑得合不拢嘴 多年来对孩子的亏欠 在此刻终于释怀了 事后冯大妈的三女儿得知 赵所长为了一家人的补助金 四处奔波了一个月后 感激由心而起 接着发生了令人动容的一幕 随着一句爸爸脱口而出 原本内心刚强的赵所长 此时也感动到善然泪下 在赵所长看来 派出所工作虽然小 但是放在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上 那都不是小事 它会继续为老百姓服务 为老百姓解决更多的难事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在一个十字路口 一辆奔驰车和一辆泥桑轿撞在了一起 现场的视频内容能够很明显的发现 奔驰车的前半部分 已经完全撞到了旁边的柱子上面 而且车头部分已经完全损坏 红色的尼桑轿车看起来稍微好一些 除了有一些明显的擦碰之外 并无大碍 为什么奔驰轿车会被撞得如此严重呢 一下车之后 尼桑的女司机直接吓傻在原地 因为奔驰车的价格达到100多万 如果真的是要自己赔偿的话 那么这个女司机完全赔偿不起 那么事故到底应该如何认定 根据两位司机的描述 当时尼桑司机正准备左转 奔驰车刚刚好准备右转 然后两辆车子刚刚好就在路口处相撞 温驰车司机认为是尼桑司机的责任 因为尼桑司机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 所以无法从他的嘴巴里面得知相关消息 还好现场还有其他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目击证人称 这地方确实是存在一个死角 但是法律的界定也非常的明确 所以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奔驰车司机 那么奔驰车司机会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奔驰车司机和尼桑车司机 在一个路口处相撞 结果奔驰车损伤严重 尼桑轿车还相对好一点点 事故的责任认定 也成为了本次赔偿的一个关键因素 奔驰车的车主认为 自己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前面的情况 虽然交警也说 主要的责任在奔驰车身上 但是车主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况 那就是尼桑轿车仅仅只有轻微的擦伤 为什么奔驰轿车会受损如此严重 而且会直接转到旁边的电线杆 如果真的是两车严重的碰撞 德系轿车的坚硬程度 完全能够碾压日系轿车 如果非要说受损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日系轿车的受损情况 一定会比德系轿车更严重 于是交警也对现场的情况 进行了自己的猜测 他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女司机 在紧张的情况之下 一脚踩了油门 然后才导致奔驰车撞到了旁边的电线杆 因为修车的费用实在是太昂贵 所以才会产生矛盾 多大力度能把你创到这个那里 而你只这个就不这么久了 那么女司机能否接受这样的裁判认定呢 一辆奔驰轿车和一辆泥桑车 在十字路口相撞 奔驰轿车受损严重 奔驰车的车主认为是被撞到电线杆上的 其实是她自己慌乱中踩了油门导致的 现场的交警也是客观办事 但是女司机却认为交警在向着尼桑 就是因为对方没有自己有钱 其实这一切都是误解 是奔驰车车的司机自己的一个猜测 就连奔驰车司机的儿子也认为 这个责任是自己母亲 经过一番解释之后 奔驰车车主终于能够接受交警的处罚意见 现场的事故认定结果也出来了 奔驰车负全责 尼桑车车主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看到这种结果之后 奔驰车车主也是欣然接受 而且她也在现场答应尼桑车的小姑娘 后续的所有赔偿都会正常的赔付到位 希望小姑娘不要紧张 小姑娘确实是被现场的车况给吓得不轻 虽然只是轻微的擦碰 但是她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 这种解决的方式也非常的合情合理 也要为奔驰车主点一个大大的赞 她不仅仅没有胡搅蛮缠 而且还积极主动地配合交警的处理方案 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大好人 本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